第326集 你有沒有打聽到這傢伙叫什麼名字? 嗯,這個人叫菜龍 和劉彤彤在同一個地方上班 所以兩個人才入了接觸 劉彤彤生得挺漂亮 追求者也不少 菜龍條件就一般 所以劉彤彤一直都會看對他 我叫許諾拿出筆記簿 記下這個名字 吸了電話之後 我把小劉告訴我 我聽的事跟他們兩個說了一下 矮仔沒有什麼明顯的反應 他坐在駕駛座上 似乎睡著了一樣 許諾皺眉眉頭 說了自己的看法 最起碼有動機 因我生恨的案件都不可見的 我點了頭表示贊同 那我們去見一下這個人 現在? 許諾有點猶豫地問 前輩啊 你身體行不行啊? 我不要緊 我在黑暗的車廂裡 默默感受大腦深處存來的不惜的感覺 這種感覺令我有點暈倒 是那種暈車之後想吐的暈 今次的發病和以往不同 產生的症狀都是之前沒有的 我有點著急 不如你打電話給安娜吧 許諾覺得這個時候應該向專業人士求助 我沉默了一下 接著拒絕了 現在這個情況 如果打電話給安娜 她很有可能要求我回D視 作為神經科醫生的她 有不少的權力 如果她出診段 我的現狀不適合繼續查案 那我很有可能被調回她 現在這個風頭火勢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許諾了解我的性格 她不再多勸我 二十分鐘之後 我們來到蔡龍的家 我們是D視公安局認證大隊的 我是隊長王神 我有點虛弱的自我介紹 蔡龍身材一般 咪七左右 面上關了些麻點 因為髮制線比較靠後 年紀看起來比實際要大些 她對眼有點局促 將我們請進屋後 自己坐在沙發上 坐姿端正 好像乖巧的小學生一樣 你不用緊張啊蔡先生 這個時候 許諾的優勢就出現了 美女的親和力是無窮的 蔡龍笑了下 似乎不想在許諾這樣的美女面前 展現自己的懦弱 但她不知道 這個必出來的笑話非常難看 你可不可以說下 你昨晚在哪裡啊? 許諾開始例行審問 我昨晚上班 就回家了 蔡龍的眼神有點躲閃 就算我不是專業的 我都看得出她在說謊 那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你在家呢? 我自己一個人住 所以沒有什麼證據啊 你知不知道 劉彤彤遇害的事啊? 我…我…我… 蔡龍的言辭非常可疑 理什麼理啊? 知道還是不知道? 我有點煩躁 知道啊 聽說你追劉彤彤是嗎? 蔡龍慌了神 她解釋說 不是…不是啊 我…我沒有殺人啊 你只需要回答是 還是不是 是… 是不是被拒絕了很多次? 是啊 我看著她 不知道為什麼呢? 恢復了一些精神 我笑著說 看不出你也挺有毅力的吧 我…我第一眼就喜歡了她了 蔡龍看劉彤彤 看起來有點難過 我們認識了三年 我追了她兩年半 但很遺憾 她…始終看不上我 唉…我這樣的條件 難怪她的 她是個好女孩來的 從來都沒有拿我當鼻胎 也都沒有收過我的禮物 哪怕是我賺錢 買了一台她很喜歡的手機 她最後都沒有要到 哪怕她知道 就算她收了一份禮物 都不需要付出些什麼 氣氛一下子變得有點善情 我笑了一下許諾 剛巧對上她的眼神 兩個人的眼神在空中相遇 雜視之間 空氣中眉滿著曖昧的氣氛 矮仔不以為意 她看著蔡龍拍出她的肩膀 瞇著眼問她 是不是經常跟蹤劉彤彤彤 我…我沒有啊 蔡龍連連擺手 不用急 你好好想想 據死者父母的功術 你在屢次被拒絕之後 出現了這種行為 喏 你不要急著否認 你相信我 只要你做過 我一定查得出 到時候 你就不是主動配合了 而是作為一個嫌疑犯被拘捕 這番說話激灰了蔡龍的心理防線 她坐在椅子上 探了一口氣話 好了 我的確有時 會跟著彤彤 理由呢 你的目的是什麼 我…覺得 她跟別的男人交往 我問過她幾次 但…她…她都說沒有 那怎麼可能呢 所以…我就選擇了跟蹤她 只是為了確認她有沒有男朋友 那結果呢 你有沒有查到些什麼 蔡龍失望地拎了阿頭說 沒有啊 一陣黑暗掩蓋了我的視線 我一個彷彿 似乎來到一個天地都是海洋的世界 我看著自己腳下 是大海 但我就沒有跌下去 天空上邊都有一片海 亦都有一個我 她在看著我 我躺著頭 意識到 自己好像又進入了某種環角裏 只是這次 我似乎是帶著清醒的意識進來的 遠處 隱約有人影在房裡 我努力閉起眼 想看清楚那些人的樣子 但無論我怎麼努力 那些人的面上 似乎都蒙著一層淡淡的霧氣 只能隱約看到輪廓 突然之間 有人在低聲地哭著 我的心臟 好像被人握在手中 身體變得僵硬了起來 本集就講到這裡了 多謝你的收聽 歡迎你關注點讚留言給我 我會一一回覆的 多謝你的支持 你現在聽的是 追凶檔案 第327集 我僵硬扭轉頸 又好像對眼很痛 好像被人用力按住 有哭聲 在四面八方傳過來 明明沒有人在我身邊 但我就聽到 有一個哭聲 遇一次數 很悲苦 不斷趴在我耳邊哭 我痛苦地蹲下 場景突然變患 大火衝天而起 那些人在大喊大叫 我呆呆地看著眼前 不是因為那些大喊大叫的人 而是我看到 更多的人被大火吞滅 永遠失去發出聲音的機會 我從來沒有見過 死亡 好像盛開的玫瑰花田 那樣漫山遍野 大火就好像巨浪那樣 捲捉過來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 也變成了火焰的養分 窒息的感覺 突然消失 於是我本能地 大喘地吐了一口氣 氧氣進入我身體 搬搓著血液的味道 進入我大腦 我慢慢清醒了過來 熟悉的檸檬味 我的腦慢慢開始轉著 突然感覺到 床邊有一個人 我一刻暗之中 閉起眼 用力地看了一下 然後敷了一口氣 是許諾 看樣子 我已經回到了招待所 我才動了自己的手腳 確認手指腳趾都有知覺 在多年以前 有一個老警察 出去執行任務的時候 昏迷了 當他再次醒過來 他永遠都感覺不到自己的右腳 他永遠都感覺不到自己的右腳 時間這麼多年 我依然記得很清楚 他的表情有多麼落磨 難道我都要變成這樣 我有點絕望地想 周圍的一切都很安靜 許諾的氣息很均勻 天色很黑 看樣子 我昏迷了不是很久 但也不排除 我昏迷超過二十四小時 我開始回憶 昏迷之前的事 《災龍》 我想到這個人 我的思緒輕飄飄的 方法身體不是自己的一樣 許諾的身體動了下 我有點緊張地閉上眼 老實說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但內心的緊張感 好像多年之前 第一次執行任務一樣 心薄薄地跳 許諾似乎醒了 一陣絲絲縮縮的聲響起 又有一隻暖暖的手 摸上了我的臉 我可以感覺到 自己的眼皮 因為緊張 在不斷地跳動 黑暗之中 她嘆了一口氣 靜靜地坐著 她在想什麼呢 我突然有點好奇 她是不是在擔心我呢 還是在想答案呢 由益華 掛著家 還是有點害怕呢 黑暗之中 突然間 響起震動聲 嚇到我和許諾打了個震 許諾悶悶悶悶找出手機 接通了電話 喂 現在怎樣 她和誰打電話呢 前輩 她還沒醒啊 許諾提醒了我 她還沒醒 你不可以過來嗎 是否醫生呢 究竟怎麼了 你當初不是說 她身體沒問題的嗎 沒問題 怎麼會暈倒呢 沒問題怎麼會發高燒呢 你究竟行不行的 許諾的語氣 帶上了罕見的氣氛 如果她出了些什麼問題 你知道我有什麼後果的嗎 電話那邊的人似乎問了個問題 許諾沉默了一陣 淡淡地說 是啊 所以你想清楚 如果前輩出了些什麼問題 你就準備收拾東西 拉出國了 電話掛斷 我心裡有點感動 許諾對我真的很好 但現在這個場景呢 就有點尷尬了 我究竟什麼時候醒過來 比較合適呢 幸好 許諾就起來去廁所 我鬆了一口氣 自己坐了起來 許諾從廁所走出來 見到我醒了 廁所的燈光呢 是暖黃色的 薄薄的衣服 襯得她的身形更加優美 她看著我 看得呆了 做什麼呀 我輕輕笑 她突然間三步並兩步 跑到我身前 撲入我懷抱裡面 一聲不出 我被她推倒了 睡了下來 又摘了自己屁股的傷口 痛到抽了一口氣 但我沒有推開她 是不是嚇到你呀 許諾眉不可察地點了頭 我怕她的背部 好像哄寶寶一樣 我沒事的 就是這幾天太累了 許諾拎著頭 依然都不想說話 她的身體非常之柔軟 我隱約可以感覺到 她心口的柔軟 頂著我的心口 一股熱流 串了去不該去的地方 我有點尷尬地調整了一下位置 避免她發現我的生理反應 做什麼呀 我游聲問她 她在我懷裡起床 一瞬間 我有點失望 但很快就調整了過來 她的頭髮有點散亂 表情很不開心 嘟著嘴好像在生氣我一樣 是不是因為 我勉強了自己呀 我靠著枕頭坐好 輕輕問她 她不出聲 只是意外來的 你都幾多次意外了 許諾突然叫了出來 有些大聲 看她樣子情緒很激動 我沉默 我知道她擔心我身體 所以我沒有什麼好反駁 唯有乖乖地挨鬧 你知不知道 我又多擔心你呀 千次都是這樣 自己什麼都背了 有什麼苦 都不肯跟人家說 你太賤絲了 不知道為什麼 我心裡有點柔軟 千言萬語 最後只會成了一句說話 對不起呀 我不要你對不起呀 我要你現在就回D4接受資料 這裡 我和馬校長會處理好的 本集就說到這裡了 多謝你的收聽 歡迎你關注點讚留言給我 我會一一回覆的 多謝你的支持呀 你現在聽的是 追凶檔案 第328集 許諾轉了頭 一直看著我 我沒有出聲 在沉默的盡頭 許諾也好我也好 都知道我的答案 我是不會回去的 如果你回去 我就答應做你女朋友 許諾堅定地說 我心裡面猛一跳 然後苦笑出聲說 你太奸狗了 我就是奸狗 無論怎樣說都好 我都不同意你繼續留在這裡 你自己都說了 死了的人已經死了 但是再生人還要繼續生活下去 你沒理由為了這件案 連自己的命都沒有了 哪有這麼嚴重呢 我好無氣勢地為自己辯解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知不知道你想到那時候是什麼樣子嗎 許諾的表情有點痛苦 似乎受到了驚嚇 你就這樣 毫無預料地想到 麥大眼好像死了一樣 要不然你心中在跳 我真的覺得你已經死了 志學家說過 死亡是回歸 但我只是個普通人 所以難免對死亡滿含恐懼 時間被沉默拉長 我本能想吸煙 但如果這個時候 我吸煙的話 肯定會加重許諾的擔心 我唯有索了一下鼻子 忍住了 我看著許諾對眼說 這樣吧 你給我三天時間 三天之內 單案破不了 我就回去 許諾咬了下嘴唇 考慮了下話 說多兩天 三天 我堅定地說 陸威縣的情況 比想像中還要複雜 許諾不高興了 嚇到口臉不出聲 我看著她的臉 等她答覆 不知道 是不是我的錯覺 我感覺到 她的臉慢慢紅了起來 眼裡有些淤淋 她靜靜地看著我一眼 有點猶豫地說 不如 我們 商量一下 怎麼商量啊 我疼你一口 許諾抹大眼看著我 我臉一太紅了 有點猶豫 雖然我今年二十八歲了 但在這方面 我還很年輕的 真的嗎 我小心翼翼地問她 嗯 許諾的回答 細聲到說 好像夏天快死的蚊子一樣 疼哪裡啊 說話一出口 我就感覺到 有一雙手摸到我的腰 然後 食指和大拇指一用力 一陣劇痛 就在腰上傳上我大哥 嘩 你自己提的你還發脾氣 誰是亂說話 什麼呢 許諾粉痕地說 但配上她紅薄薄的臉色 怎麼看都不是真的生氣 我看著許諾 輕輕地笑了起來 她有點奇怪了 什麼 我總是覺得 跟你聊了一陣子 就沒那麼難受了 哼 謝謝你 她現在拉著我的手說 嚇什麼氣啊你 她和我相似一笑 在我昏迷之後 我就把你帶了回來了 馬學長問的 我摸了一下下巴 我昏迷了有多久啊 大概四個多鐘 天快亮了 我點了下巴 幸好還可以接受 然後 我揭開一張被子 想站起來 但差點因為站不穩而撲街 就在我以為 自己又要再遭受皮肉之苦的時候 我意外地發現 自己撞到一片柔軟之上 吸了一下 好像帶著一些香味 你聞夠沒有 許諾的說話 帶著煞氣 夠了夠了夠了 我尷尬地笑了一下 休息多一陣 快天亮了 我走到床邊 拉開窗簾 發現東方的地平線上 染了一條白線 一輪昭陽在那裡慢慢升起 不如 我們疏離一下單案 我提議 許諾都沒有反對 疏離大概花了三十分鐘 目前確認的主要嫌疑人 有在途的周偶 黃強和蔡龍 手機又有一陣震動 沉思之中的我沒有防備 又被嚇到 他耐力著手機 發現不是他的手機 我才意識到有人聯絡著我 打開手機一看 是矮仔的短訊 蔡龍被牛所掌抓了 我放下手機 穿衣出門 我盡力押制住自己的憤怒 但我還是對牛勇 擅作主張的行為 很不滿 我生氣到派出所的時候 發現只有姓孫的那個人在 人呢? 什麼人啊? 姓孫的友仔在那裡裝傻裝蒙 我一拍桌大聲喝話 你們牛所掌 叫他出來見我 這裡沒有牛所掌 這裡只有我一個人 蔡龍也是我抓的 你有什麼意見呢? 姓孫也擦了下眼 表情很嚇人憎 你什麼意思啊? 蔡龍就是犯人 就是這麼簡單 你看不出來嗎? 你有什麼證據啊? 哼,他很快就會招供的了 姓孫這傢伙 透過眼鏡片 刺笑飛笑地看著我 嘲諷地說 聽說你身體不太好 快點回去休息一下 等你睡醒一覺之後 這裡的所有事情都會結束的了 我氣極反笑 我看著他 不知道為什麼 又想動他的衝動 有些人 天生就很抵打 我心裡這樣跟自己說 你的意思是 沒有牛所掌的指令 你自己行動吧? 你知不知道我和牛所掌之間的協議嗎? 我在椅子上坐下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呢? 我發現自己的屁股沒有那麼痛了 你沒有發現牛所掌不在嗎? 本集就說到這裡了 多謝你的收聽 歡迎你關注、點讚、留言給我 我會一一回覆的 多謝你的支持啊 你現在聽的是 追凶檔案 第329集 姓孫的都坐下了 他翹起隻腳 表情很老喘 我就不理你和他有什麼協議 他現在不在 所以說什麼都沒用 去了哪裡? 病了,向我家休息 他的說話令我意識到 目前情況不簡單 牛所掌的病 來得太急、太詭異了 九成是辦事 也就是說 他受到某方面的壓力 被迫、詐病、自保 你背後的人 是誰? 我大概分析了我目前的局勢之後 發現背後施壓的人 估計和本案有好心聯繫 我可以順著這條線塗下去 我不明白你什麼意思 牛所掌、詐病啊 我戳了阿彭薇 眼神之中 帶著些看穿一切的戲弄 隨便你怎麼說 他探大手掌 不接我的說話 人在哪裡? 你應該知道 動用私刑是犯法的吧? 我們不會動用私刑的 放心啦,黃隊長 聲酸的站起來 圍著我轉了一圈 在我身後,抽近我耳邊說 其實這樣不是挺好的嗎? 你現在回去休息一下 單案就結了 而且功勞就肯定是你的 這樣不是挺好的嗎? 我對眼轉一轉 確實不錯 但如果我走了之後 萬一發生這樣的案 我怎麼交差啊? 嘿嘿,不會的 姓孫的笑了 相信我啦 雖然就沒有確實的證據 但是賽龍就是真正的兇手 你們都跟他接觸過啦 他有了作案動機和時間的 那之前幾個案 又怎麼解釋呢? 他有什麼動機殺這麼多人? 掩蓋自己的殺人動機咯 不過,你想想 劉彤彤脾氣又好 又沒有明顯的仇人 如果直接對他下手了 那毫無意外 賽龍就會是第一嫌疑人 所以他決定把這次的謀殺 掩蓋在一系列的殺人案件之中 來掩蓋自己的真實罪行 這樣一來,警方也不會懷疑他 我皺了眉頭 猜測的成分太大了 你們有什麼證據? 其實之前,我們就查過入陸威院的人口 除了你們那個同事 從10月1日結束之後 到現在,連回來探親的人都少之又少 你明白我這句話的意思的啦 你的意思就是說 這一系列的強姦殺人案 都是本地人做的啦 是啊 是呀 聖孫的拿出一支煙 遞到我手上邊,笑著說 蛤,你們都見過澤興旺的啊 那你知不知道他和蔡龍是什麼關係啊 他們兩個有關係? 這件事有些出逢我意料 是啊,澤興旺是蔡龍阿嬤那邊的親戚 兩家的關係呢,本來就不錯的 這樣,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第一單我的受害者 會是撞死澤興旺老婆和孫女那家人的女兒的啦 的確說得通吧 我有點猶豫 目前來看呢,蔡龍的確有很大的嫌疑 包括親屬的關係 不是吧 我突然之間想起 蔡龍的手我看過 是一對很大的手來的吧 死者的頸上留下的傷痕說明 空手是一個手很小的人 聖孫的直起一條腰,嘆了一口氣 不知為什麼用一種近乎憐憫的眼神看著我 那可能是你們的人出了錯啦 如果你覺得我判斷得不對的話 可以啊 你把真正的空手帶回來 如果不是的話 等蔡龍認了罪 那這宗案就到此為止的啦 你這些,叫做換忽職手 我一拍桌,非常氣憤 周我都沒拉回來 蔡龍和案件中發現的線索 都有不匹配的地方 這麼多疑點沒有處理 你就要憑自己的想法去叫人認罪? 你對不得住你警察的身份啊? 哼,話筆投機半句多 我的級別要高過他 所以就算有摩擦 他都不敢對我有過分的延遲和行為 快點把蔡龍交出來 我閉著眼,語氣之中有點威脅 不可能 他的態度很堅定 我長出一口氣,拿出手機 撥打牛所掌的電話 但出乎意料的是,電話居然關機 放棄啦 我轉頭看了他一眼 戴著許諾走出派出所 蟻仔現在在哪? 他現在正在來著 無奈,蟻仔的身影出現在我視線之中 我心裡很急,走上去兜口兜面就問他 你什麼回事啊? 怎麼可以被姓孫的帶走蔡龍呢? 人是被人劫走的 我問完話之後就從他的家出來 看到一個形跡可熱的人進了他們的房子 等我發現不妥的時候 人已經被人帶走了 我不明白了 為什麼孫子導員的態度會發生這麼大的變化? 許諾掌握了自己的耳朵,有點不解 我摸了下巴,蟻仔閉著眼花 有兩種可能 一是孫子導員真的發現了什麼決定性的證據 所以很自信地把人帶走 怎麼可能呢? 我不可自信地說 所以就有第二種可能 蟻仔拿了一塊朱古力 吃了一口含糊不清地說 我們這宗案查到現在涉及了很多東西 為了維持本地的平衡 所以他們打算硬拉一個替死鬼 來將我們打發走 這種可能性是成立的 我拿出手機 會通了假任的電話 喂 她的聲音有點迷糊 應該是在睡覺讓我吵醒 菜狼被人抓了,你知道嗎? 蛤? 我隱約可以聽到她彈起來的聲音 似乎還撞到頭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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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尊家那邊有何動作? 他 82 又有可能 後裝 3 zoals 假任的語氣燉了下 似乎已 increase 這樣吧,我打電話幫你問一下 然後吸了電話 她要問誰呢? 許朗有點好奇 既然孫家可以接觸她的孩子 那估計她也有間諜在孫家那邊吧 我解釋了一下 但我對這些事不太在意 我摸著自己生出來的鬚根 電話很快就回覆了 那邊的確有動作 但具體的行動我都不知道 我建議你們去看看老王 還有,捉得周偶沒有? 快了,我急著吸了電話 幼齡好像投入大海的石仔 依然沒有任何消息 我嘆了一口氣說 走吧,我們去見黃村長 警察就是這點好 只要想見人 就很容易見得到,是嗎? 我用手給出槍的造型 瞄著白髮蒼蒼的黃村長 是的,黃隊長 你把我這隻這樣的老爺從那個鬥裡拉出來 到底有什麼指教啊? 指教呢,就不敢說 就是有些疑問,希望你回答一下 黃村長 黃村長對眼眉眉的眉起 蒼蒼的臉上,帶著死亡的氣息 不知為什麼,我的腦海裡 突然帶出一個想法 這傢伙呀,快死了 我把這個想法 搖出腦海 黃村長沒有回答我 我也習慣了 對了,所以我瘦了眉頭 拋出自己的問題 你知不知道最近孫家的舉動? 啊,你知是哪方面呀? 關於這宗案的 哎呀,真是很對不起呀 我不是很清楚的 你好像誤會了我和孫家之間的關係 我不是孫家的管家來的 如果強硬要計的話 我應該是個小輩來的 所以呢,有些時候 我都會聽孫家的命令的 你不好笑呀 雖然我看上去年紀是大了些 但是按照背份來計呢 我還撐得很遠的 我用大拇指頂著自己的嘴唇 考慮著要怎麼繼續這場談話 沒想到黃村長主動開口了 我聽說,你們要找周偶,是嗎? 你怎麼知道的? 哎呀,老四的傻子到處找人 不要說是我了,大家都知道了 好吧,那我也不瞞你了 周偶走了,你有沒有線索呀? 其實,我沒有抱太大的期望 隨口說一下而已 沒想到黃村長陷入沉思 好像真的知道些什麼 呃,我記得 在城外十里那裏有一間舊廟 黃村長摸著自己的帳 那裏呢,是很早的時候就見的了 現在已經廢棄了 那個地方就很偏僻的 還要經過一片墓地的 所以這幾年呢 慢慢那個地方就已經廢棄了 或者你們可以去那裏找一下 我和矮仔對視了眼,手眉思考了一下 現在這個局勢之下呢 有一些線索都好過沒有線索呀 於是,我發了一條短信給賈淫 他開車來接我們 我們發現了周偶可能藏身的地方 就在這個時候,我聽到有人笑 我身頭向屋裏看過去 黃村長面室裏突然大聲地說 哎呀,船家已經行動了 你們最好快點啦 如果被船家佔了線機 你們就永遠失去找到真相的機會的啦 我的思緒被黃村長的延遠拉了回來 想吐的感覺突然衝上大腦 我努力忍著,不讓許諾見到 等那種劇烈的感覺消失之後 我對於那一聲微不可查的笑聲 已經不太在意了 我們幾個走出門,發現賈淫在等著 嘶,他在哪裡? 賈淫的神情很迫切 城外十里,有座廟嗎?有什麼地方? 車突然間猛地開了出去 我驚恐地拉著車上的把手 許諾驚恐地抱著我 賈淫的車開得真的很生馬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我們通知了他不到二十分鐘 他已經來到黃村長的家了 以前我們在那裡玩過 賈淫一路開車,一路回憶了起來 那時候我們很小,要去試膽 整個地方是一個墓地 所以那些年輕人要展現自己的膽量 估計都是去那裡的 那時候我們喜歡同一個女生 那一天,我在墓地搞了一個女生 怪不知德州偶會背叛 我有些仿然大悟在想著 許諾的臉色不太好看 畢竟賈淫說話太直白 車上的氣氛一太子就沉默了下來 我無意間掃了眼窗外 發現天氣變得陰沉 太陽不知什麼時候忍去了蹤影 陰風陣陣,在車窗上面 不斷地灌入車裡面 許諾有些凍,在我身上靠了一下 不知是不是我錯覺呢 許諾似乎不太反感地跟我身體接觸 這個反應令我心裏都掉了 出城之後,路變成了泥路 車有點等,假任的車速被迫慢了下來 這個時候我才有心情慢慢看窗外的景色 但是,我有些後悔看了這一眼 入眼的是一個有一個鼓起的土包和石碑 周圍直靜無人 我做了這麼多年刑警 自認都比較大膽 但不知為什麼呢 來到這一片墳地之後 我就覺得陰風陣陣拼命向我頸後喘 我心裏有點不安著起來 這個山頭呢,都有些年頭的了 假任都不喜歡安靜 49年之後,這裡就有了 可惜,媽媽媽荒廢了 為什麼? 本集就說到這裡了 多謝你的收聽 歡迎你關注、點讚、留言給我 我會一一回覆的 多謝你的支持 快點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